特首李家超今日出席行會前見記者 有記者問到政府是否有意放寬輸入人才計劃下的八強大學要求 並指高財通計劃已批出4.9萬個申請 超過港府每年的3.5萬目標為何仍要放寬 李家超回應是承認有關部門正研究有關方案 此除八強大學之外也有其他大學培育優秀人才 又指香港有八大中心的定位需要不同方面的人才 又指雖然港府現時批出超過3.5萬個簽證 但人才去了其他地方不容易再搶 他又稱在環球經濟挑戰下 香港和競爭對手之間是你加我減 此外李家超提到明天會率斷前往貴州省桂陽市3日 參加樊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